新的年代他不平反 我兒子會繼續要求平反 如果我兒子的年代都不平反 我兒子會繼續要他平反 這個是我的期望 有來自廣東的内地旅客就說 兩年前才知道發生過六四事件 今年特地來到感謝香港人 過去25年來的堅持 只能上百度 那個六四的自信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兩年前才翻牆才知道這回事 所以我覺得我知道你們香港人 每一年他都會執行這個活動 所以我覺得我很感動 所以我今年就一定要過來這邊 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王永平 首次來到維園參與六四燭光晚會 他說他們這一輩人難忘透過電視機 目睹天安門廣場的鎮壓 人生都不是那麼多 25周年而已 所以我想25周年的時候 你體會一下香港那個 思念六四的文情 你都回憶一下當時我的感受 25年後 我相信六四仍然是一個悲劇 25年後我相信很多人仍然覺得六四是一個錯誤 而內地維權律師騰彪說 香港仍然是中國民主運動最重要的地方 沒有大陸的民主化 香港人不會有真正的普選 香港現在有的新聞自由 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和其他自由 也會被慢慢地奪走 所以我們必須讓愛與和平佔領周環 我們也期待有一天讓愛與和平佔領天安門 參與晚會的學聯 就希望為六四25周年賦予新的意義 現在是香港人 其實正好像當年八九年的中國人一樣 都面對著自由、民主被斷去的威脅 當年北京學生他們公民抗命 佔領天安門 和今天香港人提倡佔領中華 難道不是都在身懷著同一個理想 實踐同一個行動 在抗擊同一個政權嗎 智聯會說 參與燭光晚會的人數破了紀錄 我們今晚的人數 是比過去任何一年都是多的 今晚有超過18萬人 好 我們看到很多年輕的朋友 很多內地來的朋友 證明我們這條路一直走下去 會越走越多人 直到建築日到專政 專政倒台為止 記憶會主席李卓仁華 雖然六四自己發生已經四分一世紀 但希望香港市民 可以好像今年集會的主題一樣 繼續堅持下去 每年都將力量集中在會員 表達平反六四的訴求 在現在一黨專政 分別